熊站我們可以大概有一下走 好 來 準備走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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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戴挖進身穿防水衣的熊站 與大小朋友們跳暖身操 副市長黃珊珊與官傳局長劉憶廷 也跟著一起動起來 暑假搶檔壓軸為期9天的 2022台北河岸同樂會熊站水樂園 在8月19號熊站生日當天盛大開幕 除了延續往年的一票雙樂園 還推出五大汐水設施 要讓大小朋友嗨玩一下 2022台北河岸同樂會 熊站水樂園 雙雙胖 耶 我們正式開幕 我們要起頭 10公尺高 70公尺長的 兩個大的滑水設施 不過因為等一下是副作還有其他活動 所以我幫副市長來做體驗 他幫我換衣服 我都已經準備好了 那副作你以前會帶小朋友來玩水嗎 現在有沒有覺得台北像的 這樣的遊樂設施可能更加的安全 更加的好玩 對 所以其實玩水的地方沒有很多 那夏天的話就是有時候都到外縣市 所以後來有辦這樣子的水樂園的話 其實對家長來說應該是很放心 那加上市政府之前在河濱公園辦嘛 那這兩年因為疫情關係都不到這一半 反而這邊的交通更方便 然後讓小朋友除了這邊還有可以看到 我們這麼漂亮的建築 所以自來水園區將來可能我們就希望說 它可能成為我們的暑假最重要的一個活動 所以我們希望大朋友小朋友在這10天 從今天開始的10天都可以到自來水園區來 一票玩到底喔 現場多項清涼消暑的清水遊樂設施 包括熊站10米天空滑水道 以及熊站70米衝鋒滑水道 刺激又好玩 都讓大小朋友玩到嗨翻天 很有趣 很有趣 有怎麼樣有趣 跟平常你玩的滑水道之中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 有點恐怖 很恐怖 看上去有點害怕 有點矮 這裡有點矮 但是下去很恐怖 這很快 對 很快 超快 我剛玩了70米的那個溜滑梯 感覺怎麼樣 感覺很刺激很好玩 覺得還蠻值得的 然後今天開幕第一天可以 佛心架可以玩到這麼多設施 對 覺得蠻好的 還不錯啊 就是規劃的還不錯 就讓小朋友在暑假的期間 可以盡情的瘋狂 2022台北河岸同樂會 熊站水樂園 從即日起持續到8月28號 22號配合自來水園區休園 清水設施從早上9點開放到下午5點 除了好玩的細水設施 8月20號還有香蕉人卡通明星見面會 8月27號則是有創意變裝大賽等週末限定活動 歡迎家長帶著小朋友一起來玩水 歡度夏日時光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好玩家長帶著小朋友